3月11日晚,于正微博发文称,一个在横店拍戏的女演员在自己的房间里被人偷拍了换衣服。 偷拍者还来到他拍戏的地方威胁和勒索他要钱。 据说,宾馆的监控已经拍到这名戴口罩的年轻男性。 于正气愤表示,这种人被拉出去枪毙一万次都不足惜, 并提醒所有租房子住宾馆的女性朋友要保护好自己。 于正帮料出这件事来抖到了网友们的支持,很多网友纷纷感谢他的发声。 也有网友表示支持这位女演员维权,于正对于自家艺人是保护得非常好的。 3月4日,杨荣在家中与好友吃饭居然也遭到偷拍,并且伤传到网络上发酵,严重伤害了她的个人隐私。 于正公司立马发出声明维护杨荣的合法权益,要求各界媒体能主动下架视频及图片。 于正因为常常为自家艺人出头,还被网友们评为最保护艺人老板。 这次虽然不是她自己家的艺人,但也能够看出她有一颗极恶如仇的心。 为正能量的于正老师点赞。